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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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阿彩 你好 我是阿彩 情节快到了 不知道各位要怎么样度过呢? 是一起去抓Pokemon呢? 还是去餐厅吃顿好聊呢? 今天阿彩要跟各位介绍一款 最近发现很好吃的一款零食 就是这个 日本生用推出的焦糖布丁的 一个甜食饼干的部分 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甜食呢? 是因为有一次在办公室的时候 李宗盛突然跟我讲说 阿彩要不要吃一个超好吃的甜食 我那时候心里还在想说 会不会是刚出完兵 家属过国习近闻吃的那个土豆糖 结果马上被翻白眼 吃日本进口的甜食啦 这个是阿彩拜托朋友 从团国王买进来的 但是阿彩最近在家里附近的 卖日本的商品的店 就看到他有卖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台湾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 买得到吧 现在 看着它的封面 就是一个好吃的焦糖布丁 打开它 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焦糖布丁 但是吃进嘴巴里面 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它的那个外面就是那种脆脆的那种焦糖 里面就是那种软软的布丁的那个香味 不夸张 真的很像在吃那个焦糖布丁一样 这样子 外面就是脆脆的 里面是软软的 里面是软软的 真的有那种焦糖布丁的感觉 好的 现在我们把它补开看看 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看到脆脆的声音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软软的布丁 外面是脆脆的焦糖 这样的一个口感 真的很好吃 诶 等一下 为什么出品完之后 家属要吃土豆糖跟花粿啊 因为中国人吃的甜食好吉利啊 俗话说 夹牛刀给你夹蛋老老老 夹花粿给你熟一样 要知道吗 哦 知道了 那在这边先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支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